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大时到晚霞 今天是8月31号礼拜四 今天台股是跌了 最后跌了85点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因为最后的尾盘八百多亿 八百多亿还往下打 那又压了台积电 又压了季佳 有时候我们去看一看 那这到底在搞什么 那原来是权重也是调降 那今天就是8月份的收月线 那这个月线收的也不漂亮 收黑 总共大概跌了四五百点 那你说老师那下个月呢 下个月明天再说嘛 对不对 我只是要跟你讲 我二十三四块叫你买兆贺 今天二十八块 二十八块解雄 我对不对 我就跟你讲嘛 我送给你 跟你讲说现在有行情了 你赶快进来做 不要 很多人就说我懶啦 哎呀我不会点出那个讯息啦 哎呀我手指头断掉啦 你手指头断掉啦 都抬起了 都抬起了也没关系 你也可以用脚趾头点啊 可是有些人他是讲不听 说哎 哎老师 我昨天才加入 你为什么你的助理早上又叫我平盘一下买照顾 那你平盘一下买 今天收盘涨停板 那你赚十趴耶 十年的定存耶 可是他接到我们那个讯息的时候他会觉得说 啊你就前两天我就知道你们买二十三四块了 你现在哦 又叫我下去买 会不会追高啊 收盘 追你就乞阿公啦 这不涨停板了啦 乞阿公 早知道就买多一点 早知道就买 你像今天有好几个投资朋友私讯我们说 哎老师我赵贺已经有了 你可不可以买叫我买别支 有啊我叫你买这一支啊 不好意思没有涨停板 哦有啦有啦点到啦 哦点到涨停板而已啊 差一点点啊 哎 你跟我抱怨说不要买照顾 我也叫你买别支啊 差一点涨停板啊 算九趴好不好 你动作慢一点算八趴好不好 那你会信吗 我不相信我不想赚钱 老师我跟你讲我刷QR Code 我不会啦我智障啦 哦你可不可以哦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欢迎你 欢迎你哦 直接打下面的电话直接参加会员 你直接参加会就没那么多问题 对不对 你也不用助理可怜你啊 所有好的股票我们会先买啊 会员一定先买啊 合理啊 对不对 你前两天有一个赵先生啊 我直接这样讲 他有一个赵先生 他说哎老师啊 你说有一个低价的好股票可以买 人家下去买200张 到今天收盘 没有很多哦 没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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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九十几万 200张而已 哎 照好可以融资的 人贪八到十万年 对啊 就这两三天的事情啊 人家相信的人就是这样 人家会care会费多少吗 不会啊 老师我只care今天指数跌 今天指数跌是指数跌啊 不然呢 这指数涨跌不是我控制的嘛 那今天总体来看啊 卖压罩顶哦 笼罩在金融电子全职股都有 那也不要说什么金融比较不好 或是电子比较不好 那电子被打的是台积电嘛 又 尾创的事情 尾创尾影的事情哦 尾创早上都挥修处 那没办法 那尾影的事情呢 又是 美国可能晶片禁令扩及到中东 本来中东那边要发展AI 结果 老美不卖了 因为最近这些阿拉伯国家都不听那个 尤其是沙拉伯的阿拉伯 都不听美国的话 不卖了 因为为什么 怕说这些阿拉伯人买了晶片以后 拿去给阿拉伯用 拿去给中共用 所以哦 这晶片禁令可能扩及到 中东地区 结果哎 搞了半天 尾影一开板就跌你满 吓死了 大家吓死了 结果也还好 因为尾创后来我有拉尾盘 所以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还不知道啦 那另外就是 HP的利空 听说那个PC的销售量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那HP下调啊 今年的猜测 那所以 所以你就看最近那个人保 涨不上去 我讲的是人保啊 人保涨不上去 那 红基也涨不上去 都涨不上去 他们应该都也知道说 PC这边卖不好 PCNB这边卖不好 那接下来当然九月份要看 苹果卖的好不好 那苹果发表新机 你要知道前一天有谁 前一天华为又要出新手机 听说要出Mate60 Mate60听说是 第六代行动系统 我不知道你现在听得懂 它是6G 老师现在5G大家都还没 非常通用 它要走6G 6G就是卫星通讯 人家那支手机听说是 全世界无死角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功能 到时候看它怎么发表 那比特斯拉手机还要更提早一步上市 这中国人的技术应该是 我是以他们为傲 那不要不要抹红我 我本来就是姓洪 我就跟你讲 如果这个手机有办法上市 真的我要以他们为傲 所以华为这些工程师真的很棒 那今天热门交流人股就是赵鹤 没话讲 那今天 有一些投资朋友 他是说他有赵鹤了 那我们是请他买的平安 不好意思 今天插一档掌停板 那高端呢 就看他怎么死 他说要记转WHO嘛 对不对 赶快去记转 我跟你讲 今年到现在营收挂零 赶快记转 赶快 看哪个潘啊 哪个傲啊 我就直接讲 看哪个傲啊 潘啊 赶快高端疫苗 连续两天掌停板 很棒哦 很棒 那续准这个是高档下来 跌满深的 那有投资朋友说 这续准怎么办 你可以玩得起高价股 就不要问我为什么 有些东西就是 那筹码散掉 你自己又不去研究 然后断头要追脚 就说什么 我这个怎么样 赚钱都不可怜 赔钱都觉得自己好 好委屈好可怜 莫名其妙 我觉得有些投资人他很奇怪 他就是 其实他就是输不去嘛 输不去你知道吗 拔的去输不去 拜托你这种人 千万不要进股票市场 你甚至不要刷我们的QR Code 我跟你讲 我给你什么优惠 甚至不收你钱 都压力好大 你懂为什么 千万不要 你去赶快去看别的老师的节目 这种人赶快去 哪边凉快哪边去 你知道吗 千万不要进去 这种我不苛求 那如果你输得起的 赢得起的 拿得起放得下的 你再来找我 我比较喜欢这种 出色的 那昨天跟你讲 赵贺嘛 今天跟你讲 你要注意点序 这是昨天的图卡 昨天的图卡 我跟你讲 赵贺要大涨 今天才涨停板而已 也没有很厉害 所以我今天跟你讲 你要注意点序 点序这个公司 是静斯顿的 今天盘中就在吉拉了 其实我昨天盘中就已经在预告 有些投资朋友买在8283的 这边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你没有买威刚没有关系 你没有买群联也没有关系 你今天没有买品 也没有关系 这张股票你要特别注意 要上去 我直接先跟你讲 你不要说什么 老师啊你明天怎么样 明天你就知道了 反正也不是你决定的 股价也不是你决定 也不是我决定的 到时候我们就看 谁说了算 谁说了算 这是很重要嘛 股票不是你决定的嘛 对不对 也不是我决定的嘛 对不对 那我们明天就来看 谁说了算 注意哦 谁说了算 我还跟你讲说 你不要看不起他哦 你看他什么 上半年财报是赔钱的 我跟你讲 7月份他就转亏为盈了 然后呢 交易所公告 上周大千张大户 光千张大户持股 真的 5.25% 叫你买 二十几块的股票 在那边给我 叽叽车车 叽叽歪歪 结果不买 今天涨零板了 二十三四块你不买 二十八块九 明天就三字头了 很多人要看我的笑话 我知道 很多人要看我的笑话 到底谁看谁的笑话 我们拭目以待哦 我知道很多投资本来说 我跟你讲 我要看你的笑话 谁看谁的笑话 我们拭目以待 股票是你决定的 你知道投信这一个多月以来 买了多少张吗 一万六千张中光店 中光店股本也快四十亿 这一个多月以来 买了一万六千张 投信买了一万六千张 他有什么利多 你知道他有一个子公司 在做什么吗 也在做无人机 他的子公司也在做无人机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啊 你当然不知道 投信在布局什么 你不知道嘛 为什么说老师 最近训练都没涨 很好我等你卖掉 当然要等你卖掉 你股票卖掉就会涨了啦 你信不信你做个实验 你股票卖掉就涨了 就这么巧 老天爷 主力大户就是盯着你那口袋 一银三两银 一银三毛钱 一两三毛钱 就是盯着你那口袋那几毛钱 他就是要赚你的钱 很奇怪 所以有时候股票操作是非人性的啦 那我是希望你跟着我来 跟着我来 明天要买什么 我讲得很清楚了 你要把握机会 不要掌停板在那边讲那些什么叽叽歪歪的话 没有人要听那个啦 不要等涨停板再来后悔 懂我意思啦 我都讲很明了 不要等涨停板了之后再来后悔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评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仲参考